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我是VS曲總監 剛剛我們參加了 政大區域舉辦的 聲莊敗客第一次的聚會活動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現在我們要去找集合點 聲莊敗客台北陸期活動 是我們政大公行系的校友陳軍宏 所糾團舉辦的主題約期活動 主要是希望邀請自行車騎士 穿著西裝或身世服 一起騎乘在台北的美麗自行車道 用優雅的慢活態度 來享受假日的午後河濱風光 這與我們去年在台中草物廣場 由八家企業共同舉辦的 騎士經典嘉年華 同樣是單車美學性質的活動很類似 單車美學是什麼呢 單車美學指的就是將自行車 搭配時尚衣服與配件 形成一個地區的單車生活文化 單車美學或者叫單車時尚風 不強調運動的速度感 著重騎士與都市風景互搭的生活品位 以及騎腳踏車具有環保悠閒便捷的價值 哇這個很讚 這兩輛車 這個也是來理耶 來理 來理 對啊 這個都很經典耶 來理的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這是男的 所以他是有上館 更久 現在就變收場了吧 單車美學英文叫做cycle chic 用白話來講就是騎美騎帥不騎快 風格穿搭與騎行兼具 選擇與自己個性相符的服飾 在城市中騎乘漫遊 讓單車生活也能很有型 其實單車美學早已風行全世界 在國外先進大都會常常看到不少騎車的人 不是穿緊身的車衣 或是寬鬆的休閒服 而是穿雅皮風 文青風 西裝 或OL套裝 自在地穿梭在街頭 單車美學最早的發源地 是丹麥的哥本哈根 據說是一位丹麥攝影師所提出的 他常常在街頭拍攝騎車的時髦男女 並在2006年設立一個丹麥哥本哈根 單車美學網站 分享許多他拍攝的風格騎士照 卻意外引起廣大的迴響 而這股自行車的熱潮 也從哥本哈根漸漸擴散到 倫敦、東京、荷蘭、巴黎等城市 呈現出每一位騎自行車的人 都能讓一個城市景觀更加美麗有特色 這就是單車美學的精髓所在 英國倫敦有一個社團叫做Tweed Run Tweed這個字其實就是英國很經典的花泥羊毛斜紋布 他們本來是一個腳踏車Dress Call的聚會 發展到現在變成有企業參與的活動 主要是鼓勵參加的人穿上有些復古的衣服 然後騎著單車穿梭在歐式的建築、橋樑、小路之中 襯托自己的城市更加美麗 而日本東京這兩年也有類似英國Tweed Run活動 將時尚和單車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叫做Tweed Run 每年也舉辦一次或兩次的主題穿搭騎車活動 單車美學風氣這兩年也催入台灣 我們現在在街頭也可以看到一些單車型男 或是美女的身影 初步有一些意見領袖帶頭示範 因為台灣的天氣比較熱 跟溫帶地區國家不同 但最後我們相信會發展出專屬在地單車美學風格 所以讓我們繼續觀察下去 這樣的生活品味風潮也吸引許多企業品牌 提前布局這股潛藏商機 紛紛推出單車相關的時尚服飾或配件 例如國外的香奈兒 Gucci 艾瑪士 芬迪 以及國內的沙伯迪奧皮件 Frontier服飾等等 都推出了與自行車相關的時尚配件 讓自行車騎乘變成最時尚的品味展現 常聽到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有時候一個城市最美的風景 除了政府或企業蓋出來的設計性建築 商家的專櫃陳列、金皮櫥窗、歷史的老街或文化創意特色景觀 更重要的是與你擦身而過的人群樣貌 讓旅行的人感受到當地的文化氣質與親切感 自行車除了風速、風景到下一階段的風格生活 相信之後我們將看到 越來越多單車、型男、淑女的出現 單車美學也將在台灣變成日常的一部分 有興趣的話 在Facebook搜尋一下 Cycle Chic、單車美學、身裝敗客、Tweet Run這些字 你就會看到許多粉絲團在等你加入喔! Cycle Chic、單車美學、人心的留白 Cycle Chic、單車美學、天啊! Cycle Chic、單車美學、天啊! Cycle Chic、單車美學、天啊! 我們就騎到這邊 我們要去趕飛機了 我們要去趕飛機了 謝謝趕飛機了 我們現在要飛上海了 所以不能騎完全程 好 Cycle Chic 可以上行李箱 掰掰 乾杯劑喔 掰掰